新一集交涉現場又和大家見面 大家又見到我旁邊的拍檔 就換了Franco 一見到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見到他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最主要見到Franco前面的鏡頭 我之前都答應了大家 借回來和大家試玩的 Sony新款的400mm 2.8鏡頭 這支鏡頭主要是用來拍運動 打著雀 打著雀 當然是找Franco來幫忙 所以今天就變成大家見到Franco 開始講鏡前 當然要簡單講一下 講一下規格 這支鏡最大賣點 就是重量 輕的 2.895公斤 大概是 5磅壓力多一點 對於很多人來說 差不多3公斤的重量 其實都算是很重 相對於其他品牌的428 大光圈的428mm 其實已經輕了很多 不是 如果和Canlon的428mm 差不多 大概都幾何公斤 是 與Econ都差不多 相對 不相差很遠 一公斤代表什麼呢? 其實是你拿著兩磅多東西 差不多是四包檸檬茶 就像有Franco那樣 整天攀山洩水去拍攝的話 一個全日來說都幾是東西 其實如果你不只是講支鏡 其他配套 例如你本身機身A9 即是這家Sony的Alpha 他們的模範其實都比傳統的單單 所以整體整個系統都是輕了 對於拍照的人的負擔一定是少了 但尺寸上它有沒有短了或長了 還是大了或小了 我自己就用過Canon 4200 沒有擁有的 只有500 如果相比體積的話Sony這支是小一點的 連頭殼 直徑都小一點的 感覺上是小一點的 不過應該都不會差得很遠 因為光圈是2.8 又是400mm 你的物理特性就一定要是這麼大 可能純粹是因為外殼 某些位置縮小了 所以你覺得頭殼好像小了 但可能直徑都是一樣的 說到這件事 我猜就是跟它的設計有關 因為這支鏡子的另一種標榜 除了輕之外 重量平衡做得很好 重心就會在Trapman那裏 為什麼呢 就是鏡片鏡組的設計 如果以往其他這麼大光圈的鏡頭 其實大部份鏡前面都有幾片鏡片 但它的設計就是前面只有一塊 然後第二塊已經隔了一段之後 已經差不多到這個位 然後後面大部份鏡就縮到後面 大部份鏡片就在這個位置 變成後面的鏡片小片 重量就相對輕了 重心就會轉向Trapman這個正中位 大家看到放在這裏的時候 它是很平衡的 你就知道有些鏡子就算這樣放得到 其實你動一動的話 它就會立即倒下 這個就叫做平衡度做得足一點 剛剛好在這個位置 另外配合這麼輕的鏡身 遮光罩都是用碳纖做的 其實所有這些貴價鏡都一樣 已經沒有人會再用金屬做的遮光罩 因為真的沒有人會拿出去 因為真的很重 全部都用碳纖 講多一點點規格 它最近對焦距離是2.7米 另外它的內置防震 除了平常的Mode 1、Mode 2 今次也多了Mode 3 講多一點點分別 Mode 1是給你拍定鏡用的 差不多所有情況都會用 但去到Mode 3 就是手持但追焦 你不像Mode 2 Mode 2其實是橫Pen 簡單來說Mode 3就是Random 所以現在多了Mode 3 另外它現在有很多按鍵 除了Mode 1、Mode 2、Mode 3 我們手持再詳細講解其他按鍵有什麼功能 但其實都很大同小異 例如Focus有個Pset的位置 其實有很多拍Sport的可能會用不到 還有一些對焦距離的設定 你可以全區域對的 即是2.7米去到門限遠有 或者是Fix了在2.7米到7米之間 其實主要作用都是 你看看你拍什麼object 令到它的對焦更快 不需要整個程度去找到 令到它可以加快對焦速度 還有其他的 例如Full Time DMF 即是On Off 其實都在上面才有 即是在上面才有 然後還有一些 你自己本身這個 鏡身裏面的防制 Optical Steady Sock 也有On Off 還有BeeBee聲 不知為什麼 很搞笑 在這裡 BeeBee聲在這裡 即是你On了就Bee 其實鏡子Beat來做什麼 其實就像防震一樣 因為Sony自己本身有些鏡頭 是有防震但沒有按鍵 機身是On Off 現在如果鏡身有按鍵 就不用在鏡身上 我明白這個 那BeeBee也是一樣 BeeBee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可以完全Bee 可能你突然間要拍那個 聽過很敏感的一些野生動物 你就要關掉它 但有些朋友是習慣對準要Bee 因為以前可能拍動物的話 基本上都是Off了所有聲音 AFC本身應該是Off Off了 AFC本身也是Off 但我不知為什麼它這樣 我不管 總之有 OK 講多一點結構的設計 這個我就要看貓子 鏡片裡面 你不要看它輕了 其實它有23片鏡片 分17組 其實都很類似 其實大家的設計都很類似 不會特別多 特別少 光圈葉就有11片 即是頂級鏡 據稱圓就會更加圓 收多一點都圓 簡單來說 散景裡面就會更加Smooth 看到光點就圓一些 有三重形石鏡片 還有 它這個 這個 新開發的XD線性摩打 其實現在長鏡全部都用線性摩打 快 以前就會標榜超聲摩打 現在全部都改用線性摩打 這個原理就不特別講 總之 這個摩打本身比力 就已經是前後推 簡單來說 另外 它也有Lano塗層 Lano塗層 其實現在跪鏡 它叫做 AR 其實都是Lano塗層 大概這麼多 規格上 不如我們 現在立刻和大家來近距離 看看鏡 嘩 嘩 嘩 又來到這個 Hands on的畫面 大家看到 這次我開機的Franco 講一下鏡 不如我們 由開頭的鏡片開始講 大家看到 428的頭 到底有多大 感覺上 這支鏡是幼了 但應該也不阻礙它 這麼大的頭 這塊玻璃的闊度 其實我看到你的手 比例上 你拿上去 其實都不是真的 這麼大 其實不是真的很大 不過 相對於大家看到 平時那些 24-70下那些 這個就等於 湯碗一樣 那些就會比較細 OK 鏡身方面 其實大家都 這幾個按鍵 都看到了 大家看到一些按鍵 這些按鍵是什麼 其實是一些 可以Custom 的按鍵 其實很多 叫長鏡 Canon 也好 Likon也好 都會有這種按鍵 其實通常用來做什麼呢 例如 IS On Off 或是 AFC 和AFS 即是讓你自己 自訂 即是不需要 入Menu選擇 我按一個按鍵 即是設定好 我按一個按鍵 方便自己用的東西 按一個按鍵 就可以出來 OK 然後比較特別 就是中間這個 就是這個黑色環 還有這個對焦 這個部分 中間這個 其實這個環 都是可以Custom 在Sony這支鏡 我們剛才也試過 其實作用主要 就是用來做 P-Set Focus 的時候用 譬如什麼 P-Set Focus 就是 譬如我先定在 例如打按球 有時候你來我往 開始不停地 Auto Focus 但是在底線發球 它一定在那個位置 大致上都是那個位置 難道你每一次 真的要再Fold一次 可能的情況就是 你先設定好 在這邊 這個 大家看到的 這個P-Set Focus 設定好之後 按一下 這個按鍵 它就會先記錄 那個對焦距離 如果你無論 在任何 你對著什麼情況之下 你知道一扭這個環 它就會回到 對焦距離 你就不需要 我真的找到那個 Object 我才可以Fold 我是預先 我已經扭過去 到近似的位置 我就已經可以 可以拍照 OK 其實就是加快 工作 我想一般人 就很少用得到 但是拍一些Sport 或者拍一些生態 我可能會用得到 都不定 OK 我想記者的很多 記者都可能 會有機會 不過他們應該都不會 帶四百出去 看記者 看記者 就知道拍Sport OK 另外就是 Tripodman 其實是比較有趣 我自己覺得 在這些位置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鎖 鎖來做什麼 鎖來做什麼 這個鎖 鎖了它 應該這個鎖完之後 然後這裡 就沒有了 鎖鎖聲 OK 好了 先鎖它 有鎖鎖聲 可以讓你更容易 定位 對 鎖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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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鎖鎖 鎖鎖鎖 鎖鎖鎖鎖鎖鎖 OK 即是說 如果你這樣動了之後 你鎖鎖鎖鎖 你鎖鎖鎖鎖 立刻感覺到 不需要看到 那點它就已經知道 你是扭了90度 即是你的眼睛不用離開 鎖鎖鎖鎖鎖 但當然有好有不好 有些人就不喜歡 這些鎖鎖鎖鎖 因為始終就是發出一些聲響 其實多個選擇 給大家選擇 這也是一個貼心的設計 另外就是 腳架 其實我很強烈希望各大廠商 真的用回ARCA 或者用一些比較簡單 形狀改少少 對 形狀改少少 因為拍得這些的話 大部份的時候 都是用腳架或者單腳架 那就不需要我們自己換 亦都是不需要大錯東西 或者大漏東西 明明那個波頭 不是配這個快插板 但是發插板就插在這裡 最後是用不到的 避免發生這些意外 當然了 第二部分是有得買的 但要等它出 另外就是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我想就是 一般鏡頭都沒有 就是一個後面的 其實不是一般 很多長鏡都有 長鏡都有 但一般普通鏡頭 短焦的就沒有 比較特別的不是螺絲 按進去扭出來 它就是一塊這樣的東西 是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裡面都是一塊 可以裝到一個40.5mm的 其實有時候你會裝CPL 插了它之後 其實這個位置 可以讓它用來扭 還能扭到 如果是CPL的話 會有另一款 可以轉的 即是買完廠的就會有 它會轉的時候 CPL都知道要轉 那你就可以用得到 OK 我只是以為拿來用ND 開頭 ND不需要 ND就不需要 即是ND都 或者其他顏色的雷鏡 對 顏色雷鏡 但一般鏡頭 CPL就是要買完廠的 對 要買完廠的 這樣就沒有得走雞 對 另外 講回這排制 對 這排制 你會見到就是 自動對焦和雙對焦 簡單 DMF 全時的DMF On Off 這個是對焦距離的限制 Full的話 即是2.7米 去到無限遠 中間就是2.7米 去到7米 接著就是無限遠到7米 其實都是Fix了對焦的範圍 讓它可以找得快一點 例如拍攝小鳥的 可能就是用回7米到無限遠 其實我們試的時候 我都發現 如果全時 即是Full那裏 對近東西是差一點的 是慢了一點 是啊 所以你可能Fix它2.7米到7米 讓它自己不會去考慮一下 即是自己不會去想來想去 究竟你想對哪個位 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Peset Focus 先去對焦 接著按Set 其實它就會設定 其他功能可以設定 對 其他功能可以設定 這個就是光學防震 On Off 又是光學Mode1 Mode2 Mode3 還有剛才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的BB響 有Beat和沒有Beat OK 這個日制我又真的不太知道為什麼要 不知道 不過它加上給大家 加上給大家 好了 和大家手插完 今天呢 我們真是今天很品播 神禁早 即是這幾天下雨 對 今天是好彩 今早有這麼好彩 今早就 短暫太陽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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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雨了 都叫他好彩試到一些照片 想講照片之前 即是 Franco 大家都知道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未必所有觀眾都知道 即是 他都是以這個 打著為這個 不是衛生 不是衛生的 即是我的朋友當中 他打著打得最厲害 簡單來說 我想問一下你 今天都試了很久 這支鏡 如果在你的眼中 當然配上A9 操作性上 你覺得有什麼特點 其實老實說 如果以香港拍照 小鳥的環境 四百其實是有點敏碎的 短了一點 短了一點 那些照片 不敢這麼肯定 通常都五百六百起跳 大部分都是 你看到有些 就算你買 一五零六百那些 其實都是貪圖六百 即是越長越好 其實拍照就真的越長越好 但其實就不是他的缺點 因為他是四百就是四百 其實也有他的優點 光圈大一點 對焦會準一點 對焦會快一點 這些都是他的優點 也有優點 其實他可以加extender 其實如果加了extender 都會變成八百五點六 其實就已經可以 因為今次Sony這支 它的質素 你看它的MPF 那兩條線是貼頂的 我記得當天 記招 有攝影師跟我私底下都說 他真的會用過2X 因為他過往真的不會用到2X 因為無論對焦速度和影像質素 都會有個明顯的下降 大家有個共識 是 一定會是這樣的 是 這個待會再講 但是 回去 我自己走遠了 不好意思 操作上 微加2X 就是這樣 整件事 你還覺得有什麼特別 或者跟其他你用開的品牌 老實說 以長鏡來計 其實就一定重 你說手持行不行 以我個人經驗 手持500 就是2K 朗普計 1DX Mark II加500 其實沒有說不行 差在你可以捱多久 你越大隻就越捱得久 這個很正常 但是你都會有一個限度 但是基本上 400和600 即是4002.8 或者6004 再加1DX Mark II的話 其實基本上 已經不可能手持了 當然我不排除 有些神人說 我可以的 單手我都可以舉起它 拍照不會震 有些神人一定可以 但是我自訓 凡夫俗子 我就不可能 你說600 拍一張相片 可以嗎 可以 拍第二張相片 我覺得有點勉強 拍第三張相片 我可不可以放下 其實真的不行 但回來 你會知道 配A9 為什麼講這麼長 大論 其實如果你看 同一樣 4002.8的系統 剛才也有講過 其實相差很多 如果整套系統計 差不多2kg 那裏是4磅 4磅 可能大家覺得 不太多 但如果 你舉著的話 其實也不是一個 很輕的 還要不是舉一下 是舉著一段時間 舉著可能是一兩分鐘 大家可以回去做個實驗 拿瓦鈴1磅 沒有那麼多 新的手 壓力應該沒有1磅 但我想最強的5磅壓力 5磅 差不多 兩隻手這樣 就這樣 你看看你可以捱多久 其實你拿著相機 兩隻手一起拿著5磅壓力 兩隻手這樣拿著 那個是說的差距 差距 你看看你可以捱多久 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真的拍一些東西 不可以用腳架 你真的輕輕的時候 你越輕的話 一定是有著數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其實它有兩樣東西 輕了你可以捱得久一點 就像你拿著的話 可以捱15分鐘 或者拍15分鐘照 或者半分鐘照 其實可能已經足夠 你去拍那個題材 或者那一刻 那個時間 另外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過 鏡片 集中在中間這個部位 就是整個重心的部位 你感覺到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無論向哪裡動的話 其實那個感覺 都會比較平衡一點 是 你不需要擔心 就是會不會 側向一邊 或者是覺得頭特別重 你一定要伸得很直 支持它 又不一定 因為這件事 講起這件事 我有些事情講 其實呢 今天試完打完了 其實我呢 就拿了一個 波頭的腳架 去試它少少質素 是 我是很詫異的 因為呢 正常的波頭 如果下這麼大支鏡 我一會就向頭 一會就向前 對 很容易跌 很容易跌 但是呢 我是很輕鬆地 講波頭 我知道要教少少少 fiction 其實是很平衡 任我擺 是不會自己跌的 我很有信心去做這件事 如果以往呢 波頭是完全不可能做到 一下就發了 對 左右都跌 但是它是可以做到 左右都不會跌 這個也是它的好處 這個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令到 哇 很厲害 其實這個是設計上的細心 你要用下去才會感覺到 有少少不同的感覺 但是你可能未必是很 就是為什麼 很突然之間 好像驚世大飛 哇原來這樣這樣 不是的 但是你用起來 就覺得好像很舒服 因為我是覺得呢 它是在設計最初 沒有一個光學設計出來之前 它已經有這個target 我想是一個目標來的 是的 它就是說 我一開始已經想了 可能已經 我要這樣 我要這樣 它的團隊已經是有些人 有些意見 我用開一些長鏡 有些什麼缺點 我的設計一定要有 哪些要改善了它 它才可以做到 故意的光學設計 都要遷回重量 遷回重心 對 重量重心一齊 而且你要知道 它真的要遇到 那部機器是A9 或者A33 這些模範 它才可以這樣 如果這一邊是很重 其實都不行 整件事都不會 好像那麼平衡 那些東西 一定是它 一開始的時候 整個理念 去設計 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將來 A9 Mark II 那些 重量又差了少少 我想它差了少少 應該不會破壞太多 如果你說 你加上 直到電池手柄 會不會 稍微向機身傾斜 其實都可能會 但應該都不會太嚴重 整個感覺 因為你都感覺到 它不是說 重心是分得很好 如果差少少 應該都不會太大問題 但當然 你加多東西的話 始終都 你自己硬要加燈 又說 你放一支燈 再加上底 加上架 即是幫不到 OK OK 好了 講完操作性 當然是 講追焦 打著 追焦 真是很重要 這支鏡的目的 都是拍Sport 其實對焦快不快 都是一個考慮的要點 但認真說 對焦速度 我自己個人 一直都覺得 沒什麼問題 以現在的技術 但對焦速度 整個反應 和追焦 是另一回事 即是這支鏡 和機身的配合 整件事 很多真數 因為第一件事 影響AF速度的話 其實就好看環境 主體和背景之間 分別有多大 分別很大 分別很大就快一點 分別不大就小一點 又要看看當時光亮度有多大 如果超出了 暗度 連AF都動不了的範圍 或者真的很暗的時候 其實就有問題 對焦速度 對焦速度 可以容許它有多快 去推動 鏡片去對焦 反應 也是要考慮的 然後就是機身 本身的演算法 和處理器 究竟有多快 可以處理到 大量的AF資訊 讓它判斷 究竟重不重焦 又是一個問題 其實不是單純 只是說 那支鏡速度很快 其實可能有些很快的鏡 用到某些機身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就慢了很多 你有見過沒有 當然見過很多 那些通常是不同級數的機身 和鏡身 可能是很弱雞的鏡頭 可能是一些很普通的鏡頭 用到一些很高級的機身 你都會感覺快了一點 是嗎 看牌子問題 看牌子問題 看型號 很多東西 可能都不定 所以就是 如果今天試完之後 那個感覺就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 不相信 所謂FONNY的黑科技 是 為什麼會這樣說 那麼厲害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先天上的模範 那個AF系統 一定會比較好 因為你沒有了反光鏡 在上面 即是自把自圍 將它分一些光 上去 viewfinder 然後就要 落到AF sensor 其實所有光 直接就是打到Sensor Sensor 用來做什麼 除了用來拍照 就是用來對焦 當然是夠光的 所以你看到 加了extender 之後 為什麼會沒有慢度 為什麼 就算縮到光圈11 最小 最大光圈到11 那個AF 仍然照動 因為它夠光 讓它這樣做 可能就是普通傳統的 單反是做不到的 還有一件事 單反 有這樣的說法 單反始終就是 你拍照那一下 反光環會拍 即是說 那一下 其實對焦 其實是 靠古的 動不了 是靠古的 但是無反 因為其實它 又是那顆Sensor 正在做事 其實它根本一直在拍照 又一直在對焦 其實這個 是不是它先天的優勢 其實都算是先天的優勢 OK 始終就是 你現在 很多時候 相機這家已經不是光學的 純粹說 有時候 都是要說 電子上的 一些性能 或者一些新開發的技術 所以其實 如果你用下去 你大概都會知道 一件事 就是說 它第一個 搜尋主體的速度 其實是快的 是 這個是說 第一個搜尋主體的速度 不是說 它一定中招 也不是說 一定是 第一時間 它就已經 封中了 那個主體 而是 它在一個大一個畫面上 它能夠在這麼多東西裡面 它知道 找到那個東西 知道它是要封中那個位置 OK 其實那個 那個技術 就已經是 比較先進 但是 然後 再下來 譬如我今天用過的時候 它很快找到主體 然後 它就要進行追焦 但與此同時 你說 你拍攝的照片 未必是每一張都中 尤其最開頭 是 是 是 可以有些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這張照片 其實都是一個 很突然之間 看到它飛出來的 很濕 的 小鳥 其實 那個情況 就是說 第一件事 你自己要找到它 是 要讓相機才知道 究竟要飛什麼 是 然後 先講講 剛剛講漏了 這個是在講400再加 1.4 應該是1.4 嘩 看不出來 是560 560 F4光圈 它找到那個 object 其實很快可以找到 但是 我會發現 很多時候都出現的情況 就是 頭一兩張照片 它還未是最Sharp 那時候 OK 這張也算是最Sharp 這個還未是最Sharp 竟然 這個還未算是最Sharp 我馬上放到最大 給大家看 這樣還未是最Sharp 這還未是最Sharp 傻的 你騙我嗎 其實有一點點動的 有一點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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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張之後 可以放大給大家看看 它就完全中招了 嘩 其實剛才那個Sharp 差那麼少你也看到 哈哈 OK 不如你拍開 其實剛才那個Sharp 一共 整個Sharp 就拍了12張 用A9的話 1秒鐘 最多就是20張 其實是用電子快門拍的 你會見到 當然 這12張裡面 大概佔了0.6秒左右 這樣就拍了12張照 頭一兩張照 其實只是佔了0.1秒 即是由它找到的 object 開始對焦 雖然第一兩張 雖然不是很中 但是第三、第四張開始中 其實你會見到 整個過程裡面 可能只有0.1到0.2秒 其實就已經 咬住了主題 OK 那你就已經可以得到 一個清晰的影像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它現在是560mm F4 即是420.8再加1.4 其實那個對焦速度 其實就已經是 很優異了 可以這樣說 你說其他機器做不到 我不敢說做不到 但是 在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 所謂第一發命中率 是比較高的 OK 這樣會不會方便了 對於一些突如其來的東西 其實一定方便了 即是有隻腳突然之間 即是有一個運動員 突然閃出來 你第一發的命中率高了 其實你拍到成功機會 就已經大了很多 因為你自己追著它 都方便了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第一發不中 然後你下來的話 就咬不到主體 其實整個照片就沒有了 OK 你明白我講嗎 很多時候 如果大家有拍過腳 或是有運動員 就知道 你一去到某一個位 你拍的時候 那一刻你摸不到主體 咬不到它的話 其實它就永遠都咬不到 一直都在尋找 一直都在尋找 如果手法的命中 都中的話 其實它會增加 一直咬著 增加了它往後 去中招的機會 但當然 你說很多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例子 可以解釋 講到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某一些情況的話 可能某一些機會 可能好些 某些情況 可能另一些機的設定會好些 但都要看回每間廠的演算法 和大家用的時候的設定 其實這個設定 很普通的 很多都是Default 但如果有成績 我覺得已經是不錯的表現 OK 當然歸功於大光圈 都有一些功勞 始終你大光圈的話 是容易對焦的 另外還有一些相片 可以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 可能會覺得比較無聊 這張相片其實很無聊 不是拍雀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羽毛 羽毛 等一下 什麼事 這是羽毛 為什麼拍一條毛 有隻雀飛過的時候 掉了一條毛 它是在空中飄的 你用一個畫面 其實那個距離 大概是十多米 空中是一粒羽毛 這個是守法的命中率 嘩 即是說 它在一個背景裏 只有一粒這麼小的東西 其實它是會 找到 那個AF 我不是用中間那種做對焦 那個設定是什麼 是它自己找對焦點 是它是全畫面自己找的 它是第一次找到那個 然後就已經追蹤了 這個厲害 看看後面的 後面那些 真的第二張明顯再收拾了 是啊 第一張是差一點 但起碼它知道 它是追那個位 是啊 猜不到 這件事 這個是比較無聊的測試 挺有趣的 你想想一下 很突然 而且一粒這麼小 在畫面上就佔這麼小 其實是很小的位 它其實就是因為 對焦點夠密 它就知道 大概它的主體 究竟是哪個位置 OK 其實就真的 可以咬得到 那粒這樣的餘毛 我就是這樣說 挺有趣的 一共就拍了 大概二十一二張 沒有掉到的 我一直按了很多張都沒有 沒有掉到的 OK 另外就講回其他東西 除了一些對焦快的東西之外 有些都是Quality的東西 這張相片其實就是在暗位裡面 在樹蔭那裡 而且前面有些障礙物 這些東西 這個很接近 這個不接近 其實是用了 四百二點八再加二乘 即是八百二乘 五點六 即是說那個RX的位 那隻樹枝位 不是很接近 其實就是直球在 隻腳前面 即是我和隻腳中間 放大一百百百百百 給大家看 其實你就會見到 Quality下降的趨勢 其實是沒有什麼 是沒有什麼 大家看到黃色的毛毛的位 那些細節是完全響到的 然後那些黑色毛毛 是一條一條看出來的 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你說有沒有挑剔的地方 其實有一點的 我自己覺得 譬如一些邊位這些 其實有些奇怪的顏色 走出來的 但是你說明不明顯 是不明顯的 那這些東西 都不會特別告訴你 其實你不會留意到 另外就是 十一片光圈葉的散景 你會見到後面那個 因為八百mm 再加上 其實後面基本上已經蒙了 你說會不會有什麼特定 有什麼耳線散景 其實我看不出 其實就很油的 其實都是BURSEI 我們又可以再看看下一張照 這張照片 其實應該就是 就是就這樣四百 就是就這樣四百 你會見到那個 景深沒有淺 很近的 大概是四五米左右 是 所以才是一個 完全沒有碰過的情況 是 你會見到那些細節位 那些東西 全部都 都表現得很好 這個是開了 我記得是2.8光圈 就散了一隻眼 你看看它整個頭都很淺 其實 它那個景深的淺 是很淺 你會見到 純粹是2.8光圈的時候 那個鏡頭 後面那些景深 但因為其實都比較暗的 那個環境 因為它有些樹 遮住一些太陽 有些樹奶 所以可以見到 如果放大看的話 都會有一點點雷絲 ISO也算是高一點點 不要說 說真的 沒有什麼雜 沒有什麼收拾過的 Deloice 那些東西 就直出的 這個根本是JPEG 那你會見到 那些反差的東西 其實都 很好 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那些東西 OK 那 文想文到這裡 如果以我去看的話 配搭A9的400.8 對焦就快一點點 是 比起配A73 是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加了1.4 或者是2成之後 是 我很相信都是一個 叫做高低的分野 始終A9是高級一點 是 A73是低一點 是 其實我講回多一點點 我是刻意 借多一部A73回來 因為之前 其實有很多朋友 如果純粹看 對焦區的數 其實A73更好看 更好看 是 而事實上 譬如你放24 70G Master 那些 其實感覺不到 跟A9有什麼分別 但 我特意借回來 等Franco試一試 因為你放了這支 特意給你 長鏡 根本拿來拍拖 或者打著鏡 會不會有分別呢 其實是有少少分別 你說是否差別很大 不是 但你總是感覺到 你感覺到 是 一定 A73 反應是慢一點點 是 慢一點點 好像會 呱呱呱 純粹是這樣的 他都特意的 是 始終我覺得 機身真的有分別 對於對焦的速度 你說 AF系統的 A73 和A9 分別大不大 其實 它自己本身 就說到不大 是 但尤其 有時候 你加了二乘 加了1.4之後 你始終都會有少少 光會少了 進去的感受 運算的時候 可能速度又低一點 A73 整體去看的話 其實它就會有少少 比不上A9的感覺 OK 但你說足不足夠用 我相信很多人都OK A73 連拍10張 是的 A73連拍10張 其實 如果相比起A9的20張 你會覺得更加不一樣 會不會 會的 尤其是 當你聽到 電子快門的聲音 20張和10張 其實都聽到有分別 雖然那種聲音是假的 但它有一個 好像電子一樣 跌的聲音 其實你的感覺 都會覺得慢了 但你說 實質上會不會有分別 其實我是有 覺得是有分別 尤其是 當你拍一些突如其來的東西 的時候 A9會快一點去找到 這個重要 就是剛才你說的第一 第一發的美動率 是的 A73 其實它追了招之後 其實我覺得跟A9都差不多 但是你第一次去找那個 那個object 其實就慢了一點 會有一點點影響 你說會不會有很大影響 我想大家要遷就 可能真的用的時候 遷就慢了一點點 預先準備多一點點 可能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OK 講多一點點 我亦都有借 剛才有講 1.4和2成回來 1.4 以往也是 其實大家都會用的 無論對焦速度 沒有什麼大影響 光合質素 影響也不大 今次的2成 你覺得怎樣 2成 如果以我用開Canon的經驗 2成就是沒有什麼必要 是不會用的 OK 其實我想不只是 那個品牌 不是只是Canon 因為以往所有品牌 2成都會有相同的情況 因為通常下了2成 它要減兩級之後 就是最大光圈要減兩級之後 其實它對於AAF系統的 要比較挑剔 通常只剩下2.8 的話就變5.6 如果F4鏡頭就變8 如果變8的話 基本上只剩下中央對焦點 剩下很多舊一點 或者低級一點 直接不動 如果是5.6的話 還可能會有一些十字對焦點 可以動得到 但是數量已經不是 它全副武裝的時候 那麼多 OK 但是 在A9上面 其實它本身 支援的時候 新的Filmware 其實去到最大光圈是13 16 其實它都可以動的 不是啊 16都可以動得 這麼恐怖 好像它寫到是22 但是22 如果最小 最大光圈去到22的話 它的連拍 只要可能跌到10張 不可以20張 你收22的話 應該在地球上面 都沒有什麼地方 沒有什麼鏡 沒有什麼鏡 就有 除非是extended 沒有extended 但是這個 不要玩 我記得它那時候 好像是13開始 就是這樣 要跌連拍 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要看看 究竟用什麼模式 可能會出現就是 因為AF 只有頭一張有AF 之後的連拍 就沒有AF 如果你硬要用20張的話 其實就是 歸根於 因為本身無反的優勢 所有光都是 進入Sensor 做對焦 不需要 或者會少了 同一時間 就是整套系統看的話 你加了二乘之後 它對焦速度也不會低了 因為就算它真的少了光入 都仍然比DSR多 比單反多 而且它整個 整個考慮的設計 的時候 就已經用了一些 比較新的技術 想著大家 都是一定會用二乘的時候 都應該會 希望有些好的質素 其實當日 這個二乘是 跟7200G Master 一起出的 我當日 我真的有試過 我發現 對焦速度也是沒有變慢 光合質素 當然 其實 如何移成 就是把鏡子 放大 如果鏡子本身有瑕疵 它就放大了瑕疵 只不過 我們剛才也有看照片 這麼銳利 鏡子的解像力 就高到 現在 暫時未碰到它的頂 未去到它的極限 所以 基本上你加了二乘 是完全看不到它的質素 上下降 可能在一些極端情況 會看到 但我想大部分情況 只是看不到 又或者像素再高一點的時候 你可能用A7R3 可能看得到 用A7R3 因為可能像素不一樣 OK OK 剛才用了很長時間 逐一件事跟大家分享 Franco 最後給一些簡單的結論 你覺得整體是怎樣 買有需要的就 因為你只有一個選擇 沒有其他選擇 其實你真的用了Sony無反 就沒有選擇 簡單來說 其實沒有選擇 因為其實你見到 FDMark 只有一支 要長鏡大光圈 但沒有選擇之餘 你覺得會不會說 你逼我買 還是你覺得 雖然定價相對地 都算高 但你買完 你會說 用來都OK 還是怎樣 其實如果你看回 一段時間的話 大家都說定價 不說佳價 因為其他鏡頭 都出了一段時間 價錢會不同 其實Cannon的那支 4200都八萬多 這支也是十萬 你說是否真的相差很遠 你不要說遮止 老實說 如果你有收買的話 其實那一兩萬的價錢 不是真的相差太遠 我經常都說 那支出了那麼久 所以便宜了是應該的 對 所以就說 你要看看 究竟你有沒有用途 當然 你說我期不期望 他出其他鏡頭 一定期望 你出一支4004 便宜一點 行不行 其實他們可能 都不定 但始終就是 你出的時候 第一支 我要出一支 很好的鏡頭 起碼打響自己的名氣 我想最主要是 這個焦渠 加這個光圈 搭了這兩個的時候 會變成5006 或者800 其實變成整體來計 如果以手支來計 其實你的用途就會寬 很大的 其實已經是去到 由400到800 就已經遮蓋了 如果無端端出支600 給你 可能200之後 就沒有了 所以有人說 會不會出500 600排著隊出 其實我計算 他可能會出支 220 或者325.8 他加1.4 就變成325.8 又可以 加育成的話 就變成440 440 比這支 小比這支 又對 其實他出兩支 就由200的大光圈 去到800的 500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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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已經遮蓋了 他不需要出這麼多支 不需要出這麼多支 出兩支便可以 但其實 這個 純粹是你個人 當然是我個人的期望 你期望 應該這麼說 只是期望 還有空想 OK 都是那一句 你有用的 其實這些價錢 就不是 真是 資文數字 其實都是 可負擔的 價錢 對於大部分 已經是熱愛打雀 的朋友 都算是 可負擔 可負擔的範圍 就是 你玩得打雀 就是 但是 我最後問一件 如果跟100 400怎麼比呢 完全不同 是 因為100400 其實真的 遇到你 可能你真的去旅行的時候 出去拍 即是 純手拍 其實是可以認真拍的 但是 可能你真的 揹著背包 就可以出發 這個情況 這個 我一定要揹腳架 又要性 雖然可以手掌 但你不可能一天都 手掌 有些鏡頭 都可能會用腳架 或者單腳架 或者你真的 很有特定目標 地拍某一類型的東西 我要一個很高価格的 要對焦很快的 我一定要拍得到 要拍得到很漂亮的 可能就會帶你 全日報一張照 對 全日報一張照 但是如果你說 100-400 其實有好處 那你100-400 那你始終有個Zoom 可能它的用途 就會廣泛很多 譬如 可能由這個Safari 即是拍大型的動物 去到拍鳥 400 即是比較大小小小的鳥 其實都已經適用 有時候 你只拿一支400 未必是最適合的東西 不過是以質素來說 是好的 但都要看題材 OK OK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 如果再有好東西 就再找Franco 上來和大家說說 拜拜 拜拜